同学们你们好 我们在上一讲里面呢 已经把这个管理用的财务报表的编制啊 给大家介绍完了 应该说呢 就是管理用流量表呢 我们可能主要是在后面第八章用到 所以有关的公式啊 如果你觉得不是很好记 没关系 我们现在在第八章还要给大家再 讲一下怎么去记忆 然后有一些简便的方法 是吧 因为流量主要的是结合第八章考试来用 这我们暂时呢 就先把它原理了 讲清楚 大家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可能在我们这一章里面呢 就是管理用的财务分析体系呢 它主要是要利用管理用资产负代表 和管理用利润表 管理用的财务分析体系 也经常称为是改进的杜邦分析体系 这个改进的杜邦分析体系啊 以往的考试也是特别喜欢考我们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 所列势流很多 是吧 从09年开始 几乎每一年都会有 但是我们最近的 特别是我们去年啊 因为它简化了这一块 所以呢 它的这个初题的这个分数呢 减少了 但是因为今年教材又恢复了 这个有关的例题 那可能重要性又提升了 所以这块呢 我觉得还是应该作为一个重点来把握吧 那么改进的杜邦分析体系呢 它的核心指标 权益净利率啊 那么 它的这个分解呢 实际上是根据我们的管理用 利润表 管理用资产负代表 那大家看 因为权益净利率分子是净利润 那么净利润呢 我们按照管理用利润表的等式 我可以用税后经营净利润减去税后利息 就是我的净利 对不对 所以我是拿税后经营净利润减去税后利息 分母呢 所有的权益 所以这样的话 我就首先根据管理用利润表 把这个权益净利率分解为两个指标的这个减项 是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 如果我们先看左边 左边这个最后经营净利润 除上所有的权益 这个分子分母同时乘上净金资产 它就可以分解为两个指标的这个成绩 是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个右边这个税后利息比上所有的权益呢 我是分子分母都给它成个净负债 而且把它分解为两个指标的成绩了 是吧 然后我们对于这个 就是净金资产呢 又给它写成所有权益加上净负债 所以这样 层层分解 就分解到我们最底下 所以它其实啊 看起来这么复杂 但大家不用去导 我得推导 就是能够看懂就知道 它是根据管理用利润表 根据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把它分解出来 那我们需要大家掌握的是最后这一行公式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呢 就是我们权益净利率啊 就是这个权益净利率这个指标 它呢 实际上分解完以后 是最后这一行 分解为第一项净金资产净利率 加上了第二项净金资产净利率 然后再减去税后利息率 整个这个差额层上 净负债比上股东权益 也就是它这个所谓净财物杠杆 我对它用它原始用净负债比权益 我们先这么用一下 我们看 不要拿理解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它实际上是推出来的 那么首先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指标的计算 首先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过 传统的杜邦分析体系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它的这个总资产净利率啊 分子分母口径不匹配 因为你是想拿这个总资产净利率 去衡量基因战略的 对吧 但是呢 它的这个分子的这个净利润呢 它实际上是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 而分母的这个总资产呢 它实际上是既包括所有者投入资金 也包括自权人投入资金 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对吧 分子分母口径不匹配 而且它的利润呢 也没有区分经营和金融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管理用利润表 这个为基础 还有管理用资产票为基础 这个改进杜邦分析呢 就特别强调口径的匹配 我们先看这个净金资产净利率 这个净金资产净利率 母子率对吧 前面是分母后面是分子 所以分母净金银资产 对吧 分子大家要注意 不能完全顾名次义 净金资产净利率 就是净利润比净金资产 那个不对的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管理用的分析体系 特别强调口径匹配 分子分母要匹配 你想你的分母是净金银性的资产 那你分子的利润 这个净利润应该用什么样的净利润 那也是金银性的净利润 对不对 所以我的分子的净利 是针对金银性的净利 是最后 金银 净利润 所以这个净金资产净利率 你就记得我们管理用分析体系 特别强调口径的匹配 所以你分母是净金银资产 对分子的净利润 是最后金银的净利润 是不是 就是我们谈第一个指标 比如说我们是老险汉字的 他对了A 加上一个呢 我们这个括号里面这个地项 还是我的净金银资产净利润 这个A 然后我们再看减去税后利息率 这个税后利息 实际上就指的是我们的债务的利息率 是不是你想负债才会有利息吗 所以他实际上是严谨点讲 就是负债的税后利息率 也是一个母子率的命名规律 只不过他把这个负债就省了 所以这个税后利息率当然就是 税后利息 然后一定要注意我们也是考虑 口径匹配 管理用报表 你想我们在管理用利润表里面 利息是净利息的概念 他是把利息费用减去利息收入的 是不是 所以分母的负债也是要利用净负债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这个第二个指标 就是我的税后利息率 然后我们接着来看 这个第三个指标 净负债比上股东权益 那我们书上给他请名称叫净财务杠杆 那为什么把它称为是净财务杠杆呢 大家可以回忆我们在 以前给大家介绍这个 就是传统的资产负债表 在衡量这个财务杠杆的时候 我们经常用产权比例或者权益陈数 你像我们传统的资产负债表 左边的是资产 右边的是负债 加上所有者权益 然后我们在前面讲了 我们有一个衡量财务杠杆指标 叫产权比率 产权比例呢 就是资产的权益人 所提供资金的一个对比 就是资产负债的右边上面除以下面 所以他就是用负债比上一个所有者权益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来回忆一下 我们的管理用的资产负债表 大家看管理用的资产负债表呢 我们左边是净经营资产 我们左边是净经营资产 而右边的是净负债 和所有者权益 所以如果我想考虑这个管理用报表里面 他的财务杠杆的程度 他传统的产权比例就是 资产负债表右边上面除以下边 那么同样道理 对于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如果我想恒乱看财务杠杆度 我们可以请名称叫净财务杠杆 这个净财务杠杆 他就是你的管理用资产负债表的右边上面除以下边 是吧 对净财务 这个净财务杠杆 那么就是用你的分子就是净负债了 分母呢是所有者权益 所以他是管理用报表的右边上面除以下 我们可以起个名称叫净财务杠杠 是吧 那么我们比如用C来表示 所以我们既熟练以后呢 其实就是权益净利率等于什么呢 等于A加上A减B乘C 是吧 A加上A减B乘C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怎么去理解这个公式 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理解一下这个公式 比如说我这个企业的净金资产净利率呢 是10% 然后呢 这个还是10%对吧 然后我的最后利息率我告诉你是6% 另外呢我们又告诉你呢 我这个企业啊 我的整个资金呢 所有者投的资金 比如说我们投的是这个1000万 是吧 然后呢借贷人的资金呢 我们比如说也是 假如说我们借了这个500万吧 就这样来说啊 整个的这个净金资产是1500万 那现在我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 就比如说 我这样 我把这个乘起来 就是10%减6%乘以500 大家看 这个 圆圈里面这个 这个收益 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理解为是 借钱 帮股东赚取的额外收益啊 大家看是不是 因为我们扣了所得税了 因为它已经都是扣税以后的 而且还扣了利息 因为利息是固定财务负担 我把所得税扣除 我把利息扣除了 那么剩下的是归属于股东的 对不对 所以这块相当于就是等于说 借钱帮股东赚取的额外收益 所以企业的权益净利率 它取决于什么呢 一个是取决于企业自身 利用经营活动 获取的经营利润的情况 另外呢 也取决于什么呢 我利用借债 借债帮股东赚取的额外收益 但这个圆圈里面是指着借债 给我带来额外收益 但是我们想算是权益净利率 相对数 就把这个数据再除上一个所有的权益 就是看它帮我们的这个权益 帮股东赚取的额外的这个利润是多少 所以这个啊 上海就说 我们把整个这个后面这一块 给他就认为就是说 利用借债帮股东赚取的这个 就是这个贡献率 可以这么去理解 但你看 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呢 特别好 就是利息率比较低 经营获利能力比较强 如果我把这个例子改了 我这个税后利息率 比如我是高利贷 税后利息率很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可以想 我们借债 它实际上不仅没有帮你赚取额外收益 你这个利息率太高了 它反而会减损你的股东财富 是不是 这是负的了 所以是不是借债就越多越好呢 你看按照我们传统的杜邦分析体系 我们这个 就是权益净利率等于三个成绩 休耗务净利率 乘上这个总产度胆率 再乘上一个比如权益乘数 是吧 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 就是说负债多 它实际上可以提升你的权益 就是权益获利能力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 借债多是不是合适 关键要看什么呢 你的经营获利能力 是不是能够超过债务的负担 我们把这两项相减 就是净金资产净利率 减去税后利息率 再起个名称叫经营差异率 只有当经营差异率 为证数就大于零 那我的借款才是合适的 对吧 如果为负 其实借款反而它是带来了一个 我们权益利率的一个 降低了 是吧 那么金资再比权益 我们刚才讲了 给它起名叫 净财务杠杆了 所以这样一来 A减B 也就是我金资产率 乘上这个整个净财务杠杆 我们把整个这块 给它起名称叫杠杆 贡献率 所以这样一来 一个企业的权益 获利能力 取决于两方面 一个是你的经营 战略 就是净金资产 净利率 还有一个就是 杠杆贡献率 就是我们有没有能够利用 借别人钱帮我赚钱 是不是 那我们在这个 就是管理用分析体系这块 有很多指标 那么这些指标呢 其实你看一下 我们核心指标是权益净利率 对吧 核心指标还是权益净利率 那这个上是一个母子律的命名规律 是吧 所有者权益是分母 净利率是分子 那么权益净利率它取决于什么呢 我们刚才谈了 一个就是我们的利用经营资产 获取经营利润的能力 所以这个净金资产净利率 特别要强调口径匹配 是吧 那就是我的净金资产 是根据我们的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然后这个净利是税后经营净利润 是吧 就是这样 那我们说用这个数 再加上一个呢 净金资产净利率 减去税后利息率 把这个成为经营差异 也就是我们借债是不是合适 关键是看净金资产净利率 是不是超过税后利息率 其实税后利息 我刚才也讲 它实际上就指了负债的税后利息率 只不过负债我们就省略了 所以它计算的就很简单了 也是啊 用我们的这个税后利息 比上这个净负债 它其实都是一个母子率的 这个命名规律这样 但有一个指标会稍微麻烦一点 就净财务杠杆 那净财务杠杆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 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右边 上面除以下面 也就是你的净负债 比上所有者权益 我们把这个负债和权益的这个对比 给它起个名称叫净财务杠杆 对吧 就是谈这个指标 这个我们有很多新的指标 那你看怎么把它进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改进的这个杜邦分析体系 它的这个分析的这个基本思路 核心指标不变 还是权益净利率 那么大家可以回忆 我们在前面讲的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它是把资产和负债 区分为经营和金融 但是所有者权益不变 所以管理用资产负债表的 所有者权益 和传统的资产负债 一定是一个数 我们再来回忆 我们的管理用利润表 管理用利润表呢 实际上我们就是把它那个利息 给它挪到下面了 所以呢 税后基因净利润减去税后利息 等于净利润 那个净利润和传统利润表 净利润是同一个数 所以别管是管理用利润表 还是传统的利润表 我的权益净利率不会变 这个是不会改变的 那我们来看它的分解 也就是说所有者投资 和获利能力取决于什么呢 我们是等于净金资产净利率 就是你的经营获利能力 我要靠自身的经营 创造我的经营利润 所以这个是要就是我们谈的 就是它反映的这个企业 这个经营战略 经营战略的一个利用 是吧 净金资产净利率 这是取决于我的净金资产的获利能力 另外还要取决于什么呢 就是我有没有利用杠杆 来帮我们赚起利润 就是取决于你的这个 可以说是财务政策 是吧 就是你的这个 利用我们这个财务杠杆 来这个 获取利润的这个能力 那么这个杠杆的贡献率 是不是它一定会给我带来 赠的效益呢 我们刚才谈了取决于你的 经营差异率是不是为赠 这个经营差异率 就是看你的净金资产净利率 是不是能够超过税后利息 如果要是经营差异为赠 那我们利用借债 是可以帮助我们带来 赠的杠杆贡献 如果经营差异为负 那就是负的 是不是 此外我们再来看 对于经营战略 它是不是成功 我们关键是看 净金资产净利率 同样我们有两种策略 一种呢 就是薄利多销 也就是说 你可以是低盈利 高周转 也可以呢 是高盈利 就是薄销多利的问题 低周转 对不对 两种战略 其实和我们前面讲 传统杜邦分析是一样的 对吧 也是可以利用两个指标 一个就是 我们把这净金资产净利率 分子分母同时成盈收入 那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指标 最后金资产净利率 又有一个新的指标了 这指标给大家稍微提示一下 我们就好好记了 你看我们利润表 第一行是营业收入 然后底下就是减去各种成本费用 可以不要各种利润 那我们其实上在利润表呢 就是把各种项目和收入去比的时候 通常我们就把它成为什么什么率 特别是像 就是比如说 像我们比如毛利率 或者说销售成本率 对吧 像这种 它就是说分母 是消耗收入的时候 你可以不说消耗收入 我们包括后面还会讲 比如说变动成本率 还有什么 边际贡献率 对吧 所以就说呢 凡是那个有关利润 成本费用和收入比的时候 这收入可以不说 所以在这种情况就会形成一个规律 它如果说 某一个成本率 或者说某一个利润率 它只要没有提其他的 那么就只适合收入去比的 对吧 比如说毛利率 就是毛利润处于消耗收入 比如说边际贡献率 边际贡献处于消耗收入 变动成本率 变动成本处于消耗收入 对吧 销售成本率 销售成本处于消耗收入 那么同样道理 我们这里面呢 你求 最后经营净利率 就是分母 如果是销售收入 它就偷懒了 就不说了 就说了这个利润率 那就指的是和收入去对比 你按照这个规律的话 就好记了 那么我们的最后经营净利率呢 那就是最后经营净利率 比上收入的 其实就是我把这个 净金资产净利率 分子分母 同时乘以收入 分解为两个指的成绩 一个是我的销售 获利能力的指标 就是税后经营净利率 一个是我们的 周转效率指标 就是净金资产 周转次数 所以和杜邦那个分解一样 是吧 分子分母都乘以收入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关系公式 净金资产净利率 等于税后经营净利率 乘上净金资产净次数 那么对于 这个进一步的分解 那就是我们的利润表上的 收入扣付成本费用 还有资产负代表上的 金资产 金资产负代等等 就那些了 最关键的就是我们 可以说是怎么 前两次分解 首先第一次分解 就是你的 权益净利率 等于两块之和 一个是经营获利能力 一个是你的杠杆贡献率 那么第二次分解 就是你的 净金资产净利率 它又受什么因素影响 就是你是薄利多销 还是薄销多利的问题 就是说 我是受 就是我们的税后 金资产净利率 和净金资产净利率 这两个影响 而这个杠杆贡献率 又受什么影响呢 它受经营差异率 和净财务杠杆 这两个的影响 是吧 所以我们 对于 这个 就是 改进的体系的分解 它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需要注意一些指标 你像我们书上这个表 二到十三 是吧 如果让你算这些指标 我们要会计算 最后经营净利率 我们刚才讲 就是把最后经营净利率 和收入去对比 利润和收入比的时候 不说收入了 就什么什么利润率了 然后净金资产的次数 是用收入比上净金资产 而净金资产净利率 你可以直接用 前两个层级 或者就是我们谈的 最后经营净利润 比上净金资产 最后利息率 是拿最后利息费用 除以净负债 是吧 经营差异率 是净金资产净利率 减去最后利息率 净财务杠杆呢 是管理用资产的表 右边上面除以下边 是吧 然后杠杆贡献率 就是我们谈的 金资产率 成净财务杠杆 就是A-B-C那一块 是吧 然后权益净利率 就是我们刚才谈的 就是你是取决于两块 你是经营获利能力 还有一个是杠杆贡献 或者其他在考试的时候 为了避免前面错影响他 那我权益净利率 我们刚才谈的最原始的公式 你就是拿净利润 比上一个所有者权益 就可以 对吧 这是我们今年教材 又把这个例子就回复了 又回复了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个多选题 这样来的 你假设其他因素不变 下列变动中 有助于提高杠杆贡献率的 所以首先你要会算杠杆贡献率 杠杆贡献率实际上就是 我们刚才谈的公式后半部分 是吧 因为你看我们的权益净利率 它我们用一个公式A 加上A-B乘C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谈的 所谓的杠杆贡献率 对吧 那这个杠杆贡献率 它就受到 这个最基本的三个要费影响 一个是净金资产净利率 一个是税后利息率 还有一个净财务杠杆 那你像我们这里面 你提高净金资产净利率 那当然A 这个会影响 对吧 税后利息率这个B 这也是应该选它 然后C说减少净负债 那这个不一定的 因为如果A-B大于连 我反而增加净负债的 所以这个C说不一定 我就不选它了 然后D说是减少净金资产净利率 因为我们对于A这个指标 也就是说我们 这个净金资产净利率 它实际上是可以分解为两项 一个就是你的周转次数 是吧 就是我们谈的这个所谓周转次数 还有一个是税后经营利率 是吧 就是一个什么 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那加快周转 是有利于提高这个进金资产 那你减少周转 它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这样的话 只有A B是正确 那么对于管理用 这个改进的分析体系 就是我们改进杜邦体系 它也可以结合因数分析法 那么结合因数分析法的话呢 就要注意 你看我们在前面讲的传统杜邦 因为权益经历率是三个指标成绩 是等于我们的消耗经历率 成资产乱率 成权益层数 所以它是层级的关系呢 我们可以直接拿差额分析法就很快 但是改进的分析体系呢 它的这个权益经历率啊 它是受三个因数影响 但是三个因数 比如说我设这个权益经历率 还是设它为F 那么它取决于三个要素 一个是进金资产经历率A 还有呢 A减去B 这是我的所谓的经历差异率 B是最后利息率 另外还有一个进财5-C 所以它的因数只有三个因数 A B C 三个因数 对不对 那既然是三个因数 那我们依次替代就要替代三次 但是由于我这个综合指标F和因数指标 它不是连乘 或者是纯粹的乘除 它有加个减 那这种情况下不能用差额分析 我们只能是用 就是连环替代 按了原理公式 这样就不会出错 那比如说你看 我们也是先列式对比的基数 这基数可以是上年数 可以是同行业对比的数据 也可以是预先定好的计划 对不对 所以先列式机器的数据 我用小马林来表示 然后替代A 把A0变成A1 对不对 但是其他的B0 C0不变 就第一次替代 然后第二次再替代呢 就要把B0变成一个B1 A1 C0保持上市 第三次呢就指替代 就是每次只能替代一个 每一次都是以上一次为基础 然后我们2-1 3-2 4-3 就是各个因素变动 对综合指标 Iffling 其实是一样 对吧 那么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以往的一个考题 它是告诉我们说呢 假公司呢 是利用这个管理用的财务报表 分析体系 来进行权益建议的行业 平均水平差异分析 这个公司12年的管理用报表 就给了我们了 是吧 你看他这个比较简单了 进金资产进户债权益 利润表的税后 经营净利润 税后利息 这些都给了 然后为了与行业情况去比较呢 收集了12年的行业平均的 这个财务比率 所以这个呢 就相当于是我们对比的基数 可以说就是我的那个 所谓的 我们的那个 比如说这个权益建议率 我说为F了 我的综合的就是F0 然后进金资产经历率 这个是上我的A0 税后利息率是我的B0 进财务杠杆是C0 是吧 所以这三个要素 和它的这个结果都是给的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 它的要求 第一个就让你 直接填这个表 相当于把书上的那个 拿过来 所以它难度不大 是吧 但是我们要会算 第一个比如说 税后经营净利率 利润率 它只是和消购收入去比 那我就直接拿 税后经营净利润 像我们这要例题的 税后经营是180对吧 除以一个营业收入3000 就可以了 所以我第一个 税后经营净利润 除上营业收入3000 第二个 进金资产周转次数呢 就是消购收入 比上一个进金资产 那么就直接看它的报表里的 进金资产是1000 所以这也有了 然后进金资产净利率呢 你可以把两个相成 或者就是直接就是 我们的税后经营净利润 比上一个进金资产1000 税后利息率呢 就直接拿我们这里的 税后利息12 比上一个呢 净负债200 是吧 所以就是管理用利润表 比上一个管理用资产负债表的 这个净负债 是不是 就直接可以用呢 我的税后利息 除以一个净负债200 然后你再看 经营差异率 经营差异率呢 我们应该是用税后 就用净金资产净利率 减去税后利息率 相当于就是 这个是我们谈的所谓的A1 这是我谈的这个B1 对吧 我就拿这个两个一减 分析就是你要知道 什么叫经营差异率 这样可以把我的经营差异率得到 然后净财务杠杆 是管理用报表的 右边上面处理下 所以我这个净财务杠杆 这个CE的这个计算呢 就是把 净负债 比上权益 进入在200 权益800 那就是200 比上800 就是净财务杠杆 那么杠杆贡献率呢 我们是用A减B乘C 实际上就是拿这个经营差异率 对吧 然后乘上一个 我的净财务杠杆 所以这样可以得到杠杆贡献率 那么权益经历率 如果你为了避免自己这个出错 是吧 那么我们就直接用我的经历论 168 比上一个所有的权益800 就可以 不会算我们算错的 是不是 就是这样 当然你如果能够知道 也可以拿这个 进金资产经历率 加上一个 有关 这个杠杆贡献率 可以得到 但是我们不用列计算过程 我这事面列的是 偷懒不想算数了 是不是 你怎么做都行 那么你就用一个自己 不会出错的方法来做就是 所以第一份 它就是填表计算 然后你看第二份 它就让你和这个行业去 这个对比 用因素分析法 然后它给了你顺序 按照进金资产经历率 就是我们它的A 税后率息率 这个B 以及进财务杠杆的顺序 去做定量分析 那么就还是我们讲 那个有关 这个连环替代 先列是行业的 行业是我的 那个什么机器 然后我们再依次去替代 然后 就是用2-1 3-2 4-3 这是我们谈的 以往的这个一个考题 管理用的 分析体系的这个把握 是吧 就掌握一些指标计算 而且要会 利用连环替代法来进行 这个因素分析 对